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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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刺客教堂的起源 是啊 我回來了 上一次奪回了水源 今天要去哪裡好呢 可以在倉殿出售雜物 先派出賽奴到處看一看 好像很高級的皮革 挖得好 在山上好高 我們現在回城鎮好了 這邊有個 俯瞰的地方 這是什麼礦石 俯瞰的地方 先去看看 長成這樣啊 要怎麼上去勒 看起來還蠻好 蠻好爬的 八眼科真的還蠻會爬的 到處都可以爬 到處都可以爬 啊 跳錯地方啊 急著跳啊 看完美景一躍而下 八眼科受到重擊 好 我們剛剛有老鷹也有看到這裡 什麼事 在你的鎖匙的店铺 那些兵人 Dolomey Scumpt 看到我製作剪刀 而罵我成為罵人 你不是錯了 他們拒絕了我的工具 傻瓜 所有的鎖匙都是鎖匙 甚至我 我無法幫你 不至於我把我的鎖匙和鎖匙回來 我必須把那些臭臭的鎖匙 把我的鎖匙剪掉 醜的跟阿佩普 誰殺阿佩普啊 鐵匠需要幫忙 幫了他 應該就會拿到武器 多麼老套的任務 好像所有鐵匠 像你的遊戲裡面都會有 對不對 竟然提到了 來來看一看 埃及的鐵匙有關的故事 埃及在鐵匙的使用上面 也是一樣 領先全球 非常非常早就有在用 這很厲害 公元前的四千年 埃及 世界上有兩個地方 就開始出現了非常非常少量的鐵器使用 一個是蘇美 另外一個就是埃及 更特別的是 不像平常認知的鐵 是從鐵礦開採而來 這些鐵 是從隕石掉落下來的坑中去取得的 所以它的量非常非常的少 是 在當時是比金還要貴的金屬 那也由於是從天上掉下來 所以鐵器 在古埃及 有濃厚的宗教意義 古埃及語中鐵這個字 常被刻在金字塔的墓碑上 很有可能是 用這種堅硬的金屬來代表 星星一般 永遠的存在的意思 托勒蜜 摧毀 居然可以這樣把它砍掉 我沒發現有一個才有 有力的武器 然後呢 最早在 世界上能夠大量生產鐵的 卻不是埃及 而是現在在 在現在土耳其位置的 七台帝國 這三個人是 沒事 沒事沒事 快跑快跑快跑 沒事 不要不要引發戰爭 當時擁有這個煉鐵技術呢 就只有 西台帝國而已 而且他們是禁止外傳的 所以呢 這可怕的鐵兵器 也曾經把埃及打得落花流水 一直到西元前 1180年左右 西台帝國滅亡了 這個電鐵技術才隨著他們的鐵匠 帶到其他地區去 擴散到整個 整個 周邊 好 我們爬囉 這附近的一座高塔 這是之前有來俯瞰過的地方 感覺就可以在上面用弓狙擊他們 好好的來當狙擊手吧 這個應該就是 隊長 先把 先把 周圍的小咖們殺掉 這麼遠不知道打不打得到 哇 哇哦 呼呼 我是狙擊高手 好補充一下彈藥 這裡還有一個剛剛賽奴沒有標記到 嚇到另外一個人了 好 要稍微等一下看他們怎麼反應了 老大 一發殺不死 好 隊長也解決掉了 剩下一發 哇 還可以再拿嗎 不行 這感覺就沒有辦法打這麼遠 不然 不然 下去好了 下去好了 不然 這裡還有寶藏可以搜刮 這裡還有寶藏可以搜刮 感覺會被看到耶 是不是要先殺了他們 再去哪工具呢 是不是要先殺了他們 再去哪工具呢 這樣子要怎麼靠近啊 轉頭了 好好好趕快移動一下 他回來了 這樣要暗殺好像 好像不太有可能 成功 動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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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到處去找我啊 算了直接打 啊哈 被發現了 哎呦哎呦 快 Tradu 開動,快 開動一下 發言客的暴徒力不足啊 重面交鋒太危險了 還是偷了箱子就走好了 他們還在找我 撤隊撤隊 躲過一箭 甩掉了沒?不知道甩掉了沒? 甩掉了 我們也快要回到這邊 搶過來咯 這裡是你的工具 船長不會回到這裡 最後我可以再開店 多謝 這是我的喜愛 我找了這些武器 我找到這些武器 請選擇一個 選什麼好呢? 弓 這個我有了 縫 盾 我也有了 高級的盾 錘子嗎? 好吧 選錘子啦 敲爆你們 敲爆你們 那我們這集刺客下的起源就到這邊 這集的故事還蠻短的 也收集到新武器了 好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